葡萄在古代是属于药师同源的一种食物,既有药用价值,也有营养价值,所以吃葡萄也是养生保健的一种方法。 大家可能都知道葡萄在现代营养学中的功效,就是抗氧化、预防心血管疾病,才能够美容养颜。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葡萄在中医中的功效,这样来看葡萄的功效也就极其了,明白了葡萄的功效。 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葡萄怎么吃和如何吃了,首先我们从挑选葡萄开始说起,挑选葡萄要选择成熟的,一般在一串葡萄中。 最下面的那一颗葡萄是最晚成熟的,可以通过品尝的方法,尝一下最下面的葡萄,就能基本看在这个葡萄是不是完全的成熟。 第二点是要挑选营养素比较多的,什么样子的葡萄是营养素比较多的呢? 那就是颜色深的葡萄。 通常深色的葡萄营养素的含量也是比较多的。 再就是挑选油籽的葡萄,因为油籽的葡萄营养价值也是要比无籽的葡萄高,但是口感却没有无籽的葡萄好。 之所以要挑选颜色比较深的葡萄和油籽的葡萄,重要的原因其实是葡萄大部分的营养素是集中在皮和籽上面。 这就说明,我们在吃葡萄的时候,最好是将葡萄洗干净了,再吃掉葡萄的皮和葡萄籽,这样营养价值会高很多。 第三点,挑选葡萄要看葡萄的葡萄,通常是葡萄越腻,那么葡萄越是比较成熟。 另外,葡萄还有这样第一种作用,那就是靠难,所以葡萄外面的葡萄也是很好的保健品。 上述三点都是如何的去挑选葡萄,挑选之后的葡萄,就涉及到如何吃才是最有价值的。 我们在上面也说了,说吃,葡萄最好是吃皮和籽,这样营养价值比较高,但是要是讲到吃皮的话,就需要清洗得非常干净才可以。 那么应该怎么样去清洗葡萄呢? 那即使用盐水清洗,最好是配成5%的盐水,浸泡大约5分钟就可以了。 葡萄除了生吃之外,还可以加工后适用,比如葡萄干,或者是葡萄酒油,或者是榨汁服用,都是比较好的选择。 把葡萄调成葡萄酒,软化血管的功能就大大的加强了,所以作为预防吸脑血管,可以每天喝一小口葡萄酒。 以上说的就是葡萄从选择到使用的方方面面,希望大家总是起来葡萄的养生作用,正确的使用,把葡萄的养生作用发挥到最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我们下期见。 回去 images. 大家再见。 你